不要怀疑佛菩萨的感应 作者 福安古观音格 学佛贵在心真 心诚 要少思量分别 做事情要踏实地做 不要有太多聪明的想法 这样比较容易入道 古人讲的 平常心是道 要做到平常心不容易 众生都在分别中 哪怕在三宝门中做善事 也会思量菩萨到底有莫有灵验 这就是分别心 在观音寺 有个老居士 七十一岁 来观音寺七年了 原来来的时候负责拔香 观音寺香火很旺 以前莫有倡导一人一枝香石 信众都是大把大把的烧 那拔香的人 一不小心 手就烫伤了 以前经常被烫得起一个又一个炮 那时他的工资一月是四百元 后来他到厨房负责帮忙 一个月工资是六百元 上午四点多就起床 也是起早摸黑 一般的人都待不下去 他信佛 但不认识字 只念阿弥陀佛 一般人都会看不起他 有一次跟老居士聊天 他说他有四个孩子 孙子有十二个 曾孙子有十四个 他母亲九十四岁 身体很好 视力也很好 还能穿针 想一想 不能小看 这就是五代同堂 讲这个事情 就是告诉大家 三宝不会亏呆大家的 你看他 不识字 只会做义工 但他的在寺院培养的福报 让他五代同堂 这就是福报 学佛人不能轻视世俗的福报 他一心一意在三宝中做事 领本分的几百元的工资 看起来好像亏了 但菩萨不会亏了他 让他儿孙兴旺 这就是菩萨给他的报答 三宝是人天福田 有三宝的地方 人人都能培养到福报 你在三宝门中做事 你不会发财 但至少能身体健康 有许多人来做义工 病都好了 甚至智慧也开发了 就单凭著做义工的功德 观音寺还有个人 刚见四十 就一直来帮忙 一直到往生 往生时欲知实至 这就是三宝不可思议功德 有佛法的地方 都是有福报的 没有佛法 就是边地下见 一个地方 哪怕多贫穷 只要有个破庙 都是这方人的福田 有三宝的地方 人们能听到佛 对佛有感情 以后就能解脱 如果没有三宝 献不到佛 不知道佛为何物 那以后就无法解脱 更重要的 莫有三宝 众生就无法种书圣的福田 佛菩萨一定是有感应的 莫有感应的话 佛法也不会保留这摩多年 也不会有这摩多高僧大德 为了佛法拼死的奉献出来 更不会这摩多谈乐居士 省吃俭用把钱奉献给三宝 鬼神尚且有悟通 有神通感应 何况觉悟的佛 慈悲的菩萨 怎么会莫有感应呢 所以要有这个信心 现在人修行 什么都不缺 要寺院有寺院 要法保经书也有 请大藏经都很容易 要拜访名师 也不用像古人一样走路去 所以说 什么都不缺 那缺什么 就缺乏道心 缺乏信心 有的人接触各种法门 听了一大堆 结果信心就丢了 或者将佛法当成世俗学问来研究 不敢承认佛菩萨的感应 或者自作聪明 不肯吃亏 一做善事就求得回报 这就是分别心 这样子倒是和道差远了 倒不如老老实实的为三宝做一些事情 以纯真的心 不求回报的心去做 看似容易 却是难呢 http 冒号 斜杠斜杠 blog.cna.com.cn 斜杠斜杠 blog 下滑线 74C343100101 Everswee.html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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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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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感谢观看